贵妃得知自己即将得房上殉葬 竟向小宫女下跪求救 殉葬是总是 我们怎么办啊 我不是要逃跑 我只想见见我的母亲 她没有儿子 没有人依靠 我不求其他 我只需要见她一面 她怕是说 说成最后一句告别的话 见贵妃实在是可怜 宫女咬紫荆动了恻隐之心 再三叮嘱贵妃在日落之前回来 否则这全宫的太监宫女 全部都要赔上性命 紧接着几人做了一场戏 让贵妃装扮成功女 顺利到了玄武门 看到巡查的护军一一查看 贵妃紧张之下 竟将贴身腰牌掉落在地 眼看引起了护军的注意 一旁的子萍故意引起了骚动 这才让贵妃通过了关卡 等回到寝宫 子萍担忧不已 姚紫荆 也只有你才会相信她 这要是冠册是我 有机会逃出去 我还不 马上远走高飞啊 别人会回来的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 任何人都会变得自私和怯怒 无一人例外 姚紫荆文言不甚在意 她相信一个与母亲感情深厚的人 定会说话算话 如今只有让贵妃没有遗憾 才是她一个上市局的宫女 能够力所能及的事情 眼看天已经快飞了 子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以为贵妃远走高飞了 子萍拼命劝说姚紫荆赶紧逃命 她甘愿一个人受死 姚紫荆却不肯 她不能牵连其他人 最终两个人谁都没有出去 等送葬的太监看到紧闭的宫门时 立刻意识到了不对 当即下令去撞开宫门 夏淼就见贵妃穿戴整齐走不出来 此刻贵妃的心愿已了 坦然地面对着自己的结局 看到一旁的贴身宫女哭成了泪人 贵妃安慰后便依然踏上了殉葬的屋 这边姚紫荆心情沉痛 回想到贵妃白天说 最喜欢吃母亲做的核桃了 姚紫荆便加快步伐回到上市局 用核桃和红枣制作起来 最终赶在殉葬之前拦住了她 奴婢给您做了核桃烙 您尝尝 看到祖兰的太监 贵妃一巴掌让她不敢放肆 等品尝了核桃烙 贵妃顿时满眼含泪 小时候在江南 你让给我做的核桃烙 就是这个味道 不论多么出色的食材 实际最美的味道 就是家乡的鸡 贵妃闻言满心的愧疚 她出宫后确实没想不再回来 当她背着母亲去投靠亲族时 却无一人收留 而她的双脚早就被磨破 那时贵妃才意识到 自己就算是逃也无处可去 我在这世上最后的时刻 是暖的 天啊 千钧一发之际 新帝前来送行 这让贵妃看到了一丝希望 可以想到组织不可违背 贵妃便嘱托皇上 好好照顾自己母亲 随后绝望地进入了房间 众人见状无不为之惋惜 其他妃子亲眼目睹了残忍的荫幕 更是吓得够呛 仓皇逃离了此处 皇家的无情莫过于此